01网上有个问题,你见过《西路最窄》的演员是谁? 网友们踊跃提名,裂敷了总是演坏蛋的季春华老师,一直在演日本人的师爷号二,演谁都像皇帝的张雪林,以及演什么,都像和珅的王刚。 但最高赞,却是一个不能称之为演员的演员。 在苏林解体,戈尔巴乔夫被强制退休以后,他并没有闲着,不但当上了国际律师自会的第一院主席,还酬奸了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 不过,他的政治生命显然早已结束,这个党派在国家杜麻,相当于俄国下议院,中连一席之地都不曾拥有。 在83岁的生日宴上,普京是戈尔巴乔夫,未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但这个时候,他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影视行业。 02美国有演员出身的里根当总统,俄罗斯就有总统出身的老哥当演员,据统计。 从1990年到2017年,戈尔巴乔夫一共参演了25部影视剧和纪录片,也就是在演员表上。 华丽丽的打出了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巴乔夫,其中有几部是archive footage,也就是用当年存当胶片的方式花式露脸,没有真正参演。 这个数量,加戈尔巴乔夫华丽丽,的荣生世界上第二位跑龙套的国家领导人,第一名是美国协任总统特朗普,他演了43部影视剧。 川普客串日望都市剧照,与川普友情客串路人甲,背影已不同。 戈尔巴乔夫不光要拿片酬,他出演的角色可是关键人物,甚至可以说,没有他演的这个角色,整部影片都没法成立。 毕竟,如果没有他一遍又一遍,的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今天解散了。 那么美苏冷战结束,两集格局,娃劫等等一系列剧情都没法继续了。 1993年的德国剧情片《直尺天涯》,是戈尔巴乔夫首次触变。 这部前苏联总统的影评处女秀,还拿到了那年的巴纳评审团大奖。 在电影《在剑列明》中,戈尔巴乔夫饰演的自己,正在参加东西德统一谈判,战定之王里。 戈尔巴乔夫正在宁古拉茨凯西,身后的电视上宣布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在演艺事业的道路上,虽然没有演过男主角, 奥斯卡也不曾帮给他小金元,但他却跟奥斯卡影帝小李子成了好朋友。 在莱奥纳多剧片的公益纪录片第十一个小时中,戈尔巴乔夫出警讲述, 关于人类向自然界索取无度,造成全球气温上升,生态恶化的故事。 像李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想拍摄一部《戈尔巴乔夫》为主角的传记电影。 可惜一直没有下完,林三这位史上别格最高的龙套,至今还没有迎来一部, 以自己为主角的电影或电视剧。 但他的演艺事业还是比较成功的,至少出场费不低。 还在中国的动办电影的演员栏上都有了姓名,职业还是演员和编剧。 和他搭档的演员,也都是一等一的大咖,一起合作过的演员有,叶利谦、普京、伯列日涅夫、乔治布什。 这几位政治剧头凑在一起,以当二胶片的形式,出演了美国著名导演奥利福斯通的纪录片《普京》访谈录。 2004年,他还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合作了一把,为音乐剧《彼得语郎》配音。 这本发乔夫用俄语念了旁白,克林顿则用英语演了一头狼,事到艰难,路不贬值,靠退休经过日子事过不成了,演电影的酬劳又很少,只能勉强拍点广告维持生活这样子。 1997年,老哥带着外孙女,一起拍了必胜客的广告,拿到了16万美元的出厂费。 可惜这则广告由于大赞美国快餐,没能在俄罗斯播出。 后来他又接拍了一则苹果电脑的广告,依然没能播出,唯一成功面试的,是他07年为LV拍的广告,片中。 格尔巴乔夫坐在汽车后座,身边放了一个LV一包,车窗外是长得望不见尽头的柏林墙。 听说,这则广告的创意编剧正是格尔巴乔夫本人。 作为酬劳,LV不光向格尔巴乔夫管理的律师字会捐款捐物,还让他在广告里打了律师字会的广告。 零四此外,他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主持一道叫做权力秘密的节目,采访了很多一个国领导人,比如老布什、阿拉伯特、麦德拉等。 不仅如此,苏林解体以来,老哥一共写了至少11本书或回忆录,本本大卖,比较知名的有格尔巴乔夫回忆录,我与东西德统一,独乡版等。 又能当总统,又会拍电影,还会主持和写书。 这么多才多亿的酷老头,你要不要pick,据悉,格尔巴乔夫拍电影、广告、写书的收入全都投到了自己名下的基金会以及捐款给了国际律师字会,活跃于社会各项活动的前线。 老爷子今年八十七了,身子孤独大硬朗了,每斤一次就要被死亡一次,吓得老爷子连都要偷偷摸摸去了。 但老爷子的表演欲依然旺盛,去年还在纪念美国总统,里根的纪录片里根手里可串了。 前年更是一口气出演了林玉,第四十号称是《Hypermalization》三部大片,通告排得可满了,就算是当阿胶片,他也是能拿片仇敌。 这位前苏联政坛的风云人物,曾以一己致力搅弄风云,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 在正心智商,他必然是一个失败者,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个充满了戏剧性的小老头。 今天的我们,吃着前总统代言过的毕生客,背着前总统做过推广的奢侈品包包,还看着前总统演的电影,谎哭中总觉得有些不真实。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